欢迎收看剧教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这位来宾是非常漂亮的 知名权威女牙医 女人的年纪不能讲世秘密 我们知道 不过她六十几岁 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因为她运动 她养生 她有一套叫做走路练气吧 再来这对双胞胎 他们自己讲啊 两个人加起来 年纪已经破百了 同样也是大动铃方法大公开 另外你有扁担肩吗 觉得肩膀好重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打通任督二脉 欢迎洪淑娟医师 李智希 李智杰 刘志贤医师 欢迎四位 唯一好 大家好 我头这样转的话 就看得很清楚 这边有条肌肉 那这条肌肉一拉扯 不对的话 那么这边胸就痛了 对教练来讲 大概就是说一脚吸一脚呼 最重的一个滑盆 抱的时候一面走 结果就摔下去了 我只要弯下去 都会咔咔咔的声音 好 像这样的有没有 怎么样 真的耶 有声音啊 挺不起来 挺不起来 然后永远带了妖姑 出国去看我的外婆 到美国我就躺在那边 我们就做这样的东西 那它好像在吃零食的时候 就达到食疗 要疗的效果 这个叫做雀咀法 就像那个小麻雀在咀咪一样 资深牙医师洪淑娟 养生之道落实在生活中 反坐看整以避免过度弯腰 墙壁加装照妖镜 随时矫正姿势 一有空挡就靠墙站 治好自己的腰痛老毛病 还有一招正确走路节目中将大公开 拿捏精准利落动作 中医师刘志贤抢救许多病人的各种酸痛 总是苦口婆心 要病人改正错误习惯 他说沙发足可以这么做自我矫正 首先躺下来 把一只脚放在床圆 另外一只脚尽量靠近自己的身体 将腿尽量靠近胸口 大概停留十到三十秒 然后慢慢的回复原状 演艺圈知名理事双胞胎 年过半百却动灵 他们的养生传奇故事千万别错过 好 也不是要特别强调年过半百 不过因为李氏兄弟太动灵了 哥哥跟大家打一声交呼 大家好 李志祺大哥 西 西是哥哥 祺是弟弟 李志祺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十秒钟教各位观众 先辨别谁是哥哥 很简单 李小龙有妹妹头刘海就是李志祺 看起来比较资深的就是弟弟 李志祺 我知道我很老 看起来比较老 来吧 志祺大哥 你是不咽不久规律运动跟控制饮食 你怎么养生的呀 就是不咽不久 就是不咽不久 真的 就是不咽不久 多喝水 多吃水果 对 早上吃麦片 中午吃一点点 晚上吃一餐 我要先跟哥哥 志祺大哥 谢谢你为节目牺牲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制作人跟志祺大哥说 你拍一段你运动的影片给大家看 你自己说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滑步机要三十分钟五公里 然后再来跑步机我是走十分钟 差不多整个加起来四百大卡 那这几天因为一直在拍戏 所以我为了抽时间要自拍 所以我去了健身房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上了这个滑步机之后呢 我必须要拍嘛 拍的时候是不是动作就比较慢一点 因为手会动嘛 就拍完之后 在一看这个仪表上面就是 跟之前以前的配速不太一样 我就去追 反正是我们平常都是 七十到七十五这个中间 我那天我就追到九十 当然追到九十当然就是三十分钟 把这个全部都完成 而且都好像超过五公里了 然后我就到隔壁去跑步机 要走路 正要走路的时候 正要拍 头昏昏的 眼睛黑黑的 怎么会这样的 我就想不太对 我就到旁边有一个桌椅 我就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之后呢 我就开始视频 就把这个视频要传给制作单位 传传传传传 然后就完全没有 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了 就昏倒了 昏倒完了 我就趴在地上 趴在地上 然后我是被工作人员叫起来的 他说你还好吗 李先生 我都不知道 你喝点葡萄糖水 喝完他说你还好吗 我说我现在都很好 因为喝了那个水就好了 所以它是低血糖 对不对 原本都不知道的 不知道 我就跟知悉大哥说 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信 它这是一个征兆 所以你从这件事情当中 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养生 是 一定要找对医生 好 这个是大哥 志祺哥是 现在有自己的抒压法 对 没错 我帮你准备了手板 这个抒压法是什么 我的抒压法就是这个 因为我喜欢画画 对 那我很多的时间都在画画 对 那其实有一时候很紧张 那我出国 我去到哪里 我都会带着明信片 小的明信片 小的迷你的水彩 不管到哪里我就会画 那画的时候 其实虽然很近的概念 可是心里面很狂野 心里面是狂野 对 心里面很狂野 对 所以很放松 那这就是我抒压的方式 李氏兄弟的动灵法 像哥哥是老婆是空姐 你现在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长得非常的正 超正的 保有家庭幸福的概念是什么 养生之道 就是跟着孩子跑 那你就会一直在动 一直有一个动能 一直有一个目标往前走 事实上像这张照片 您看也是 就是我们才念完大学 去年才念完大学 国立台湾习曲学院 这上面有看到 对 我们才毕业 今年可能还要再去 考研究所 因为今年考研究所 没考上 没关系 所以明年还会再去考 对 志祺哥是 妈妈是国画家 好像妈妈除了膝盖比较差之外 也是很懂得养生的 对不对 她每天早上起来画画 每天早上就是 差不多六点六点半就起来了 起来完了之后画画 这是工笔的 这是工笔的 那当然画画完了之后就写字 基本上就是一两个小时 那当你写字的时候 你不能做到 你就站的 你站的画 所以我觉得那是练戏 练戏也是练性格 练个性 对 人品 我觉得那个是更无形的 这我觉得跟中医 中医有点关系 对 息息相关 是的 那好像妈妈她在下楼梯的时候 听说她是怎么样 她是倒着走的 倒着走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肌肉不一样 那时候我母亲的膝盖就坏掉 坏掉我就去带她去打那个PRP 后来打 打了之后她还是不好 后来她就做一个动作 她把毛巾垫在底下 然后看电的时候就这样晃 一晃就晃了四十分钟 一个小时 这样晃 然后完了之后 下楼梯的时候 就不证明一下 就倒着下 她现在膝盖全部都好了 原来妈妈是倒着走 下楼梯的 来哥哥好像是为了妈妈的展览 那个时候帮忙搬这个花盆 是 结果你怎么回事 他们都不理我 我说你神奇兵要搬花盆 我说那么漂亮的蝴蝶兰 不搬回去也很奇怪 展场堆那么多 那也不好意思 所以那天就下了雨 我就一个人去搬 搬的时候 我正要搬上车的 这个中间 它有一个 那个什么 这个盲人的步道 它是一个斜坡 它是铁的 那因为下了雨 所以就是我抱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花瓶 最重的一个花盆 抱的时候一面走就摔下去了 这么一摔下去就压到这边了 压到这个地方呢 那当然就完了 没有人哦 那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 也没有也没办法去求救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实在不行 就慢慢慢慢 起了起了起了 当然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继续把这些搬回 搬完之后我就回家 回家然后我就去骨科 西医我先去照X光嘛 看有没有怎么样 他说你挫伤没事 那就挫伤就没事嘛 那还是哀哀叫 我太太就说 你怎么哀哀叫那么点小伤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很疼啊 这个中间就是西医看一看 因为西医只会给你吃 消炎药跟止疼药 之后我就去看了中医 那看了这个中医 是我的姐夫 所以我就去 他一点一点慢慢调 也就调好了 调好之后呢 又过了两年 我打高尔夫球 那打高尔夫球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永远是在练这边 那我就问教练 我说奇怪 为什么越打越痛 他说你不应该 那个姿势正确应该是不会痛啊 怎么会痛呢 我说真的啊 到最后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就把这个高尔夫 我就停下来 然后开始我就喘 整个胸很闷就喘 那讲话也喘 然后走路也喘 然后那时候还要上学 上学还要跳街舞 跳街舞也在喘 我说这不对啊 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 我就去看心脏 那三种那边看完之后 你也没事 可是我另外还有一个西医的姐夫在台中 他是心脏科的 我就说那实在不行 我还是再去看看他吧 我又去看他 看他完了之后 当然就什么什么的 全部一整套又再重做一次 再重做这个中间 他就说那你现在再去照一个肺部X光好了 我就去照这个肺部X光 照完之后我上来 他说你骨折了 骨折 我说骨折 我说我拍戏是这个地方骨折 我没照这个 我是照这边 你怎么知道我骨折 他说不是 他说你这边骨折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骨折 我说我不知道 后来才想到 因为斑画的事实上这个 他没有照出来 他没有照出来我骨折 事实上我这边肋骨断三根 不过就是搬个花盆 对 结果 主要是就是压到了 当时都不知道 太重压了 当时不知道 肋骨断了三根 三根 好 没问题 借由这个志祺大哥的经验 来 刘医师告诉大家 观众朋友伸出你的双手 这个叫什么 胸部旧伤的副剑法 穴道按摩保剑法 所以它不是按摩胸 是按摩手 按摩手 从远处来治疗 它这个穴道很简单 就在我们的食指 我们食指 靠妆子的内侧 第一节 你直接压到我们的骨缝就可以了 靠近骨头 这个叫木穴 这是董事齐穴 然后第二个双船穴 就在我们这个横纹 一二指节中间这个横纹的镜头 我们可以拿指头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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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夹住它一样 刺激穴道 大概按三十秒 放开 休息一个十秒 再按 也可以轮流 所以哥哥他现在每天就可以做 可以这样 手部的穴道按摩 对 学起来了 来 洪医师是四十多年经验的 非常自身的牙医师 你说牙齿是会说话的 病患到你诊间 有没有怀孕 你看他的牙龈就知道 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牙龈会有一点点 一开始的轻微的牙龈肿大 所以从牙龈来看你的身体状况了 你有一张手版告诉大家 压力很大吗 看牙齿就知道 一个是压力太大 所以夜间会磨牙 它是先从骨质增生开始 这个骨质增生呢 也是因为长期压力 让他那个骨头往外长 那一般来讲 这个没什么关系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我有一位矫症患者 他带的是活动式的 起先我怕说那里骨头太多 不能动也没有 稍微慢一点 所以这只要不妨碍美观 是OK的 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那么大压力 但是好像很难 所以这两张照片 我们可以自己观察 一个是骨质增生 一个是扁平胎显 这个扁平胎显就比较不舒服 因为它有一点 它皮肤就是说 也是等于我们手上长肩一样 所以那个皮肤是 已经是角质化 所以比较弱了 那有一个很有趣的患者 他是去唱爱乐合唱团 那他年纪大了 大概我这个年纪 那要背歌词 他压力好大 他就长这个了 紧张型的人 一出现扁平胎显 牙齿会说话 还有一个是咬合不正 结果导致头痛的歌案 您跟大家分享 因为它怎么回事 它只能够咬左边 结果肌肉运动不均衡 它变成是右边在头痛啊 对 像这个案例的话 它是右边的拳齿是错咬的 那这样错咬的 它自然就会去闪 那它就比较多用这边来咬 所以它是这边的头痛 那基本上还有一个问题是 叫做灭合关节障碍 灭合关节是我们全身 最细致的关节 它不像细关节可以换 所以有些人会有声音 疼痛声音伴随头痛 那像我头这样转的话 就看得很清楚 这边有条肌肉 那这条肌肉一拉扯 不对的话 那么这边胸就痛了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连锁的 那你咬单边的话 看扯到哪一边的肌肉比较紧 那边的脖子就在痛 所以其实齿裂矫症这件事情 不单纯是为了美丽 其实是为了健康 为了健康 你知道吗 牙医师有多么辛苦吗 首先就是洪医师 因为你从小身体就不太好 你曾经被痛到没有办法伸直 你要穿铁衣才能走 对不对 那后来就是说 奇怪了 我们的制作人去诊所拍说 洪医师 你的诊所怎么那么多照腰镜 腰部的腰 我有画面 为什么诊所四处都要加镜子 原因在哪里 随时看得到自己 那我其实我以前腰痛 是因为刚产后 那小孩子很大 然后体重八十几公斤 然后又不知道说 像现在都有什么束腹带 什么去弄它没有 所以产后那整个人就不对了 所以说还没有开始工作 只是拖了一下地 就开始痛到不行 所以先决条件是说 我得先去照X光 说你骨头是没有坏的 可是我没有坏 可是我就是痛 就有一位腹健师 不是医师 他教我说 那你把你腹部的肌肉 瘦瘦看看 当场那个疼痛就降低了 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这个就是好消息 所以后来我几乎 没有去做什么治疗 我穿着铁衣是提醒我 坐飞机工作 我都必须要维持我的挺直 就像我们刚刚那个椅子 也是一样 我必须要靠着它的时候 提醒我不要 这样关心病人 那恨不得钻到 他口腔里面去 明依他有一招复健法 我有画面叫什么 调整姿势 就是靠墙 你随时随地都在靠墙 我看完一个患者 那我有所交代的时候 就说我这边有一个柱子 我这边有面墙 咱们两个都靠一下吧 就互相靠一下 然后一开始有些人 他会很吃力 因为有些人的脖子 已经变成这样了 有一些人在治疗 很多这样的患者 他连要靠过去 他都靠不过去 所以这一个生殖 其实是我们讲 任督二脉讲中脉 其实都非常重要 这个笔直这件事 气通了 人就直了 就漂亮了 就这么简单 家里都有墙 就这么简单 对 就往这个墙去靠着 对不对 刘医师 如果抢救姿势不良的酸痛 第一个你要告诉大家的 叫做腰背痛 也有保健学到的 这个很简单 在我们中脂的背面 正中线上 第一第二节 各有一组穴道 第二节叫肺心穴 它就是 把你这一节 分成 化成四等份 那会有三个点 这三个点就叫肺心穴 那第一节呢 把它分作三等份 那你是不是要测出两个点 那两个点就叫二脚明 这个治疗腰酸背痛 非常好用 平常可以用指甲去切 或者你拿着原子笔 不要把笔头拿出来 把笔头缩进去 去按压它 或任何有脚的地方 甚至桌脚 也可以做一个刺激 桌脚也可以怎么按呢 你看像这个 有一个斜脚 对不对 它是不是有直脚 我们就对着穴道 这样 我可能现在在 滑手机看电视 就可以把手 压在穴道上 好穴道 好穴道 再让大家看一下手板 我们拍下来 这两个穴道叫做 肺心穴跟二脚 二脚明穴 好 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铁粉 有一些基本的穴道都知道 不过今天这进阶版 要把这两个穴道学起来 一个叫做肺心穴 一个叫做二脚明穴 所以我没事的时候就按压压 对不对 按按它 再桌脚就稍微去按摇一下 刺激它一下 这个也很重要 来 你有一个手板 你说拉错筋 你的腰是会更痛的 常常很多人拉筋 但拉筋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你如果拉错 拉错的话会造成椎间盘突出 像我这个手板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拉筋是拉大腿的筋 不是拉腰的筋 你如果身体过度的前驱 你反而是拉到 我们脊椎的韧带 把韧带拉松以后 你的椎间盘就容易突出 所以在前弯腰拉筋的时候 你身体尽量挺直 只用胸部挺直去往前弯 而不是把人塌下去 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你的背部一定要挺直 否则可能会带来 一些其他的病变 造成椎间盘突出 好 你要拿起相机拍 接下来刘医师告诉大家 这个是舒缓腰痛的 怎么吃呢 有一个食疗法 叫做怀牛吸茶 我们就用怀牛吸 大概一小撮 其实你如果平常在家里面 看你的杯子大小 小的话你就抓一小撮就好了 那热水冲下去 当然你要把它煮 煮开来 当然是更出味 所以像李氏兄弟 他们没事就可以煮来喝了 是的 另外一个是 加味南枣核桃糕 这什么东西 综艺里面有一个方子 叫青蛾丸 那我有一年就突发起相 就把这些杜仲 泡固子 还有生姜 熬出来 然后夹蛋 做成南枣核桃糕 这是你自创的就是了 对 因为它原来青蛾丸 你弄得像药 那个老人家不爱吃 那我自己 自己的父母亲 我们就做这样的东西 那他好像在吃零食的时候 就达到食疗药疗的效果 那这个一定要把它记笔记记下来的 加味南枣核桃糕 度重二是什么 二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浓度可以自由的变化 那浓度太高 怕药味太重 那每一个人接受的药味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用两钱先试看看 那那个长辈能接受 你下次再慢慢加重 缓解腰痛的食疗 对 加味南枣核桃糕 好 再来刘医师 我要继续的来请你告诉大家 我们大家每天都做什么 滑手机 那我滑手机我是怎么滑呢 我就是窝在那个沙发 您现在正在做这个动作嘛 窝在沙发里面 一直看手机 一直看手机 小心会有扁担间 我请你到这来 您先示范平常错误的姿势 我们怎么做 我们错误的姿势 就常常我们头会往下 这样滑嘛 对 对不对 低头滑 低头滑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你危险 你看不到旁边 你应该头举起 你余光还是可以看到旁边 第一个是安全 第二个呢 你的颈椎 你的颈椎才不会一直曲折 刚才讲到扁担间 就是你颈椎长期过驱 过驱的时候造成你的头夹肌 它长期的撕裂增生 好 这个就是你低头滑手机 小心会有扁担间 还有就是这个下颈椎会突出 对不对 第二个错误的姿势 半躺沙发会腰椎滑脱 我们正常我们坐下来 是坐正的 对不对 对 那很多人有靠枕 但是它不是靠在腰 它滑下去靠在屁股 就这样的 没有 这样躺着 这样看好舒服 那它这个腰椎被拉平了 那一样它会造成腰椎的厚凸 甚至它的韧带会被拉松 久了会做骨神经痛 好 原来做骨神经痛这样来的 这样来的 很多人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 保有自己正确的姿势 对 好 那这个VCR是什么 就是低头足 沙发足 你在家里面如何自我找症法 平常很多患者 他们会做 滑手机会往前倾 甚至把脚翘起来拨着 它会造成开腰肌的软缩 或者是坐在沙发上 像女生 像虾子一样卷在一起 这样在玩手机 看电视 它会伤害到胯腰肌 会造成它的软缩 那我们做这个动作 可以伸展到胯腰肌 首先躺下来 把一只脚 放在床员 另外一只脚 尽量靠近自己的身体 拉完自己的胸部 保持10到30秒 再缓缓地放松 重点就是 另外一只脚一定要放在外面 自然地下垂 好 学起来了吗 这是自我矫正法 来 哥哥 智希哥是因为当时拍鬼丈夫 那个时候你长时间都要跪着 对 结果 就把膝盖跪坏了 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护具 那那个时候你想想看 快30年前 那在台湾也就是软的护具 没有像现在的那小孩子滑板的 那种塑胶壳的那种硬的 所以就算带了那种 薄的护具 软的护具 但是每天要用歇斯底里的 那种表演方式 事实上就是 可能站在那边处着拐杖 忽然说说台词 他就是啪 就这样 整个这样跪下去了 那整个戏这样下来 差不多四个多月 那回来的时候 膝盖也都坏掉了 原来病灶就是这样子 是 存下来的 就是一定要去面对他 跟处理他 是 那智希哥是腰 对 那个时候拍摔马武打戏 其实我们从小就是动作 你知道 然后在学校国光业小练舞蹈 到了一公队也练舞蹈 跳舞 表演 后来拍戏就拍骑马打仗 调钢丝 那我们就常常摔马 对 所以我们的腰都不好 那个时候还追尖盘突出呢 痛到说挺不起来 挺不起来 然后永远带了腰姑 所以我们的腰部 出国去看我的外婆 到美国我就躺在那边 一下背就躺在那边 所以我腰部有十几个人像 软的硬的 多少 十几个 各是各样的 这么严重啊 好 那接下来 这是什么呢 钟医师出马 抢救兄弟俩 我们进诊疗床 好 我们要先来确诊一下 到底是退化性关节 还是你是病下韧带损伤 刘医师来 请解说 基本上这两种病 它下楼梯的时候都会痛 都很类似 但是呢 仔细它的病位是不一样的 一个退化性关节炎 它是在软骨 那软骨磨损的时候 它是不会痛的 等到它会痛的时候 已经磨到硬骨了 那时候会出血 肿胀 所以它整个膝盖会肿胀 水肿 那它甚至肌肉会僵硬 变形 活动的时候有一点声响 那病下韧带呢 它是膝盖下面 到颈骨出容那边的韧带 那也有人说这叫 病下肌腱炎 那它这个地方呢 它被拉伤了 或者是长期缓慢的 成就性的损伤 累加的也有 那它不会整个膝盖肿 它在膝盖正中下方 那边的韧带会有一点肿 甚至如果到慢性期 它连肿都不会肿 好 了解了 再来 那请问中医是如何来做治疗的 第一个就是针灸 第二个就是爱灸 第三个就是放血 常常我们中医最常用的 用针灸 针是用豪针 很细的针 针到穴位 刺激穴位 那灸呢 爱灸 它是用爱草 特殊的草药 把它打成像棉絮状 然后卷成条状 来刺激穴位 那放血呢 是有一些血淤的问题 太成就了 我们用三灵针 对 三灵针它是三个面的 刺到一些特定的穴位 让它出血 主要就是去穴生心 是的 那穴血呢 我们基本上叫说 离穴之穴 离穴之穴 或者是我们那个影响 经脉运行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就是说 你把它想得比较简单 就是废物 它就是代谢的废物 对 好 马上有请李智希大哥 抢救李智希大哥的膝盖 那时候拍鬼壮夫 对 留下了病灶 所以现在我只要弯下去 都会咔咔咔的声音 像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 真的耶 有声音 对 都会有声音 有耶 看一下 所以它是 来 刘医師来包 来 请你躺下来 然后我们把 这个随便 这冰下刃带是有一点成就性的损伤 可能那时候跪太多了 那基本上它刚才的声音 应该只是增声 你跪下去 就像我们那个打拳的人 手都会有声音 握的时候会有声音 这个不是病理性的 那是没有关系的 那至于这一个 这一个呢 这个伤是要治一下 冰下刃带这个伤是要治一下 像如果在家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用艾揪 我们揪董事齐穴的上下唇 刚好就在刃带的硬力点 硬力点 上下唇 对 上唇穴 下唇穴 对 那它平常可以自己按 可以自己按 但是艾揪的效果来得比较好 马上艾揪上场 我们今天带来 这个就叫做艾揪 那问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 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这样做 可以喔 这是相当安全的 完成了 像把它点燃以后呢 这个有一个技巧 如果自己做 做自己比较好解决 因为你觉得烫了 你就把它拿起来 但是如果帮别人做呢 有一个小技巧 把手指头放在它穴道旁边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感受到 是不是太烫了 现在还可以 有一点烫了 就可以拿起来 只要有一点烫了 就拿起来 有一点烫了 就拿起来 这个叫做雀啄法 就像那个小麻雀在啄米一样 确凿法 针对两个抢救膝盖穴 那这样反复要做多久 这样大概一般 我们会建议做个十五分钟 做个十五分钟 那重点就是 不要把它烫伤就好了 好的 抢救膝盖穴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喔 这个就是刚刚刘医师讲的 上唇跟下唇的这个穴道 那弟弟呢 来自其大哥是腰扭伤 腰 对啊 腰不好 现在要确认他到底是不是 这个叫做 肩胎关节受伤 那我衣服要脱 好啊 还在脱吗 好啊 他是腰扭伤 刘医师 有没有可能是 肩胎关节受伤 有可能 但是还是要诊断 好 因为我这边应该是 还是有点突出 好 来 我们先趴下来 好 我鞋要脱吗 不用 不用 所以都要先请患者先趴下 但是这个诊断只有医师喔 只是说我们多学这点啦 诊断方法是 刘医师 我们现在 看他脚跟的长度 看他脚跟的长度 是不是有错位 你看他很明显的 我们把它顶到底的时候 他右脚特别的短 好明显 特别的动 然后呢 又其实从他的 他腰部的骨头就可以发现 他这个是偏歪的 他整个是偏歪的 有点明显 对 那你看这个长的腿 他通常 他长腿 他的骨盘是往前移动的 短的腿 他骨盘是往后移动的 所以我们会先去调他的骨盘 这手 豌豆骨按在 咖后上移 然后帮他的脚抬起来 这样算整脊吗 对 OK 所以透过整脊来 抢救他的腰部受伤 等于是有点让他归胃 先调整他的骨盘 调整骨盘 调整他的骨盘 嗯 然后过来再看他 见椎的状态 像他这见椎也是歪的 嗯 他见椎是歪的 对 所以我们会压在见椎上 给他一个很短的顿力 哇 然后过来 再看他的长度 这神奇了 像他现在就平了 齐了 就平了 就一个动作而已 现在归位了 归位了 太神奇了 谢谢志祺哥 缓慢地坐起来 没有想到多年的腰伤 透过脚踝跟小腿 还好吗 还好 很舒服 对啊 他不想起来了 我觉得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我们所谓打通应该是说 他本来是个阳长小径 我们要把它搞成高速公路 以腿长做半径 这样子去移动的话 速度会快很多 赶快学 明依养生的小撇步 洪医师为什么那么动靈年轻 他走路练气 什么是走路练气 妈都已经在这儿了 对我来讲的话 我当然是一脚观世音菩萨 一脚阿弥陀佛 那因为我是虔诚的佛教徒 那对教练来讲 大概就是说一脚吸 一脚呼 然后是以自己的腰做轴心 以腿长做半径 这样子去移动的话 速度会快很多 就这样走 是 这样走有练到什么气 他可能没练到 我练到 真的啊 为何 因为 配合呼吸吗 你就是呼吸 呼吸这样子 好 来 再来 呼吸 呼吸 是不法医 再往后走 因为洪医师自己走路 也都是往后推着走 对不对 我是下山的时候 推着走 为何呢 因为我有聚高症 而且我膝盖不好 所以我说李妈妈 实在是满有智慧的 这样走路 那我的爬高山 有很多高山 我是倒着下去的 因为我们台湾的山形 旁边很多是矮建筑 矮建筑长得很老 可以支撑我的体重 所以我就是两手抓 一手抓这样子 然后我就下去了 但是你叫我振着下去 我不敢 跟各位报告一下 洪医师四十五岁 开始爬山 六十四岁完成百岳 他的身体因此状况非常好 他就是靠着走路 改善身体很多的 一些小毛病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 小毛病 大毛病都有 想出来的走路练气法 我们再走一次 一呼一吸 来 模特儿请 一呼一吸 一呼一吸 每天走多久 高兴就走 高兴就走 客厅也可以走 客厅也可以走 现在边看节目 就边学起来 打通任督二脉 会计笔记 来 刘医师介绍这几个穴位 什么任督二脉 其实任督二脉 我们平常都是通的 那只是小说的讲法 它是通的 不过我们所谓打通 应该是说 它本来是个洋长小径 我们要把它搞成高速公路 那任督二脉 比较常见最重要的穴道 在任督呢 坛中 官员 这个是最长的 那都脉呢 大椎 命门 这是最长的 像我们刚才介绍的什么 扁档间那些的 它就是大椎就出了问题 就在这儿 坐沙发姿势不正 命门穴就会出问题 就是命门 对 然后百会穴呢 可以开发你的大脑 哇 好 如果你是聚焦2.0的铁粉 这些基本的穴位 你一定都要知道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进阶版 所以要请你记笔记 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少讲的穴位 请花一点时间学习 来 刘医师 手穴通韧督 有哪几个穴道 您先讲手版 我们的韧脉呢 有三个穴道可以通它 中葵 大白 领骨 它很好找 就在我们第二长骨 侧面 靠近根部就是领骨穴 中间是大白穴 在颈部就是中葵穴 那晚顺穴很简单 就在我们的第五长骨 侧面就手刀的部分 中间就是晚顺穴 往上推 卡住了 那个地方 就是晚顺二穴 您需要模特吗 需要 好 那我们就有请李智希大哥 来当我们的模特 所以您现在是要帮他 我们贴磁珠 贴磁珠 贴磁珠的意思是要让他 让他去按他 让他去按他 按了这些穴位之后 他会比较 对 让他的认督 就是说羊肠小径 慢慢变成高速公路 这太好了 你没想高速公路了 太好了 这个磁珠我们家没有 我拿什么来当 如果没有磁珠 好 那我们拿另外一个东西 家里面都会有的 豆子 我们先来拿 拿个豆子来用 好可爱 很简单 撕下一个小胶带 这个超可爱 我好喜欢 一个小盒子装一个小绿豆 来 然后呢 来 第一个 领骨穴 你这样一摸 摸到底了摸不下去了 就领骨穴 贴起来 这样子 小胶带还要再继续一片 来一点 继续贴第二颗了 第二颗 大白穴 大白穴 第三个 很简单 我们把 掌骨往前推 这边卡住了 就是这个地方 你一摸就知道它卡住了 这个它的骨头 这边有一个转折点 所以你一摸就知道 这边卡住了 就是这个转弯的地方 太棒了 那 另外碗顺呢 一样很简单 我们先找到 第五掌骨 就是手刀的部分 中间 你贴一个 对 还有呢 最后一个呢 一样 你把它推到 这边卡住了 就是它的 那贴起来以后 有空就可以压它 甚至桌窝面 你就可以压它 就会有刺激的效果 它就打通任督二脉了 对 它就迈向高速公路了 是 恭喜李大哥 我现在到太空了 好 马上有请李志祺大哥 为什么呢 这个可是很棒的 对啊 它叫做 头好壮壮穴 怎么这么可爱啊 来 其实这个穴 叫做正会穴 那我们很多老人家 那个记忆不好 身体虚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爱揪 揪它这个穴道 就像刚才那样 揪得到处是烟 但是呢 有时候我家没有爱草 怎么办 来 都会有矿泉水吧 对 那矿泉水的瓶子不要丢掉 你先装冷水 装一部分 然后再装热水 大概约六十到八十度 当然你拿一个布包着 或者是手套 然后呢 我们找到正会穴 正会穴很简单 就两耳耳间对上来 这个是传统十四正经的百会穴 那你把指缘放在这一百会这边 那你的指头的中间就是了 就等于说我这样一上去 我就把这个矿泉水的头 对准我的拇指下来 可以自己做 可以自己做 像自己在家里面 就可以这样拿着 那当然这个会烫 烫的时候 你如果用的温度比较高 你觉得烫了 就拿起来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这样去刺激 这个可以防湿制 对 如何 李大哥 我永远待着他 太笨了 我喝了他这个汤呢 我的水就没了 还有一个技巧 上面没写的就是说 最后可以加一小汤匙的酒 明依怎么补气呢 我们先分享洪医师 洪医师也有自己的这个养生法 您跟大家聊聊吧 以气养食 我从山上下来我会去喝汤 我会去喝 鸡汤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不是鸡汤 但是就是说养生汤 因为它还有一个功能是 我喝到第一杯快完的时候 我已经感觉我的气在 在头上转 就刚刚我们讲到的白灰穴 所以当我从高山上带下来的水气 基本上我是有轻微的高山症的人 是 又吐 又是会卡很多水下来 那我喝了他这个汤呢 我的水就没了 所以我下山我一个人我也去喝 这个就是洪医师他的养生法 好 再来 我要请刘医师来告诉大家了 如果说今天天气很冷嘛 如果我们又是寒性体质 你说寒性体质 可以吃当归生姜羊肉汤 我们先拿相机拍下来 它的材料有什么 当归两到三片 生姜一两 羊肉一台精 水三公斤 还有盐 那主把呢 一二三四 功效呢 温中补血 调精散寒 就是你带来这一桌 对 是的 那其实我们如果要 真的有状况的时候 要去寒强一点 那个药的部分可以再加重 尤其当归可以再加重 那一般在养生的话 因为当归你加多会很苦 如果常常煮东西的人 就知道会很苦 那可能难以下口 还有一个技巧上面没写的 就是说最后可以加 一小汤匙的酒 那可以帮助它当归的成分溶出 如果是热性体质呢 冬季补生的盛品 就是这两个好朋友了 来 就是说白萝卜 还有我们的高丽菜 高丽菜很盛产 养生还有救救农民 但是他就是高丽菜 好 两道食疗方学起来了 这些跟你有这个 红宝石的食疗法 怎么说 就是红宝石 红石流就是红宝石 红宝石水果 那因为五十岁以上的男人 慢慢都会有一个贫尿的现象 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起来好几次 那慢慢就是前列腺 也就是射虎线 它会慢慢打 这个只要是男人五十岁以上 五十有百分之五十 六十百分之六十岁百分六十 一直往上走 那就是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医生说的 这个就是男人的一个构造 身体构造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吃了这个呢 我不咽尿了 真的 我整夜就整夜这样睡 一觉到天亮 对 好 我们来听听刘医师 在中医师的角度 你有一道药方叫做 炙草泡姜汤 这个是改善男女品尿是有帮助的 是的 但是这个药方还是要经过医师诊断 那我过去有一个亲戚呢 长辈 他吃了很多我们市面上所谓补肾的药 吃不好 一样咽尿 而且越吃越严重 我们诊断是肺虚 所以就开给他炙草泡姜汤 他很快的一帖就见效了 一帖就见效了 这个就是药材跟竹法上面写的 清清楚楚的有用的资讯 我最后可以请你来示范一个 中医同学位的养生气功吗 来你教大家 这个叫做真阳火球神功 真阳火球神功 如果说我们做这一套功法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通你的任督脉 然后而且能让你的身体 手脚不容易冰了 那这个呢重点就是很简单 刚开始双脚与肩同宽 然后膝盖围曲 宽放松 四驱非驱 但是我们身体一定要一个正宗 不要说跟刚才一样 歪了 或是头低着 然后手呢 放在肚脚 放在肚脊 掠下方 你想象你抱着一个火球 然后眼睛看着你的双掌 感受它气的流动 然后呼吸 感谢观看